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胡子盖的频道 无线麦克风一直是非常小众 而且又波澜不惊的一个市场 毕竟几年以前很少会有人用到这样专业 而且非常昂贵的设备 直到我们看到这两年视频自媒体的爆发 然后有一个声音的厂牌罗德 因时至于推出了无线麦克风产品 Wireless Go 在接下来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边 国产的很多音频厂商就一拥而上 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无线麦克风产品 在我的视频里边其实也介绍过不少 然而这些产品往往在外观上都在极力的模仿前辈罗德 却在功能上显有创新 那么低价仿佛成了这些产品唯一的一个竞争力 当然我并不是说低价不好 毕竟低价量又足才能让我们用得起更好的产品 但是这样的生态肯定是不健康的 不过事情好像正在发生变化 当我第一次在一路同行上海站看到封迪的 Blink 500 Pro的时候 我还是被小小的震撼了一下 经过差不多两个半月的等待 终于可以上手这款麦克风 并且跟大家聊一聊这款新的产品 我相信黑色的像一个饭盒大小的充电盒 是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 虽然可能你会说我的AirPods 我的OPPO ANCHOX这样的无线耳机也有充电盒 那这个充电盒算是什么创新 但是对于一个无线麦克风来说 我相信还是非常罕见的能够看到一个充电盒的这样的设计的 风迪也应该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做这样一个设计的一个品牌 这个充电盒它是内置了20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 可以为一整套一拖二的设备提供大概两次半的充电 那盒子的外侧的按钮还能够一键配对盒子内的收发设备 另外Blink500 Pro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显示屏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显示屏就看到各种的配对的信息和参数 而且在增加了屏幕的情况下 Blink500 Pro它的待机时间居然还比上一代延长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 声音方面我觉得跟上一代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大家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视频的收音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 因为我今天就是用胸面前带的Blink500 Pro来收音的 在这里我就不多聊了 麦克风的顶部的收音口是做了一个升级 增加了一个防风毛衣的卡口 可以适应更多的户外的比较恶劣的环境 不过这款产品我觉得推出还是比较匆忙的 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设计上的空间可以进行优化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屏幕上它有一个实时显示的音频的波形动画图 虽然动画非常酷 但是其实波形图是没有用的 因为它并不是反映了一个实时的收音电频的大小 我觉得其实还不如改成一个正常的电频显示来的更加直接 这样可以直接通过波形图看到你是否在录音的时候有报音的情况 另外就是充电盒它跟麦克风的充电口的标准也不统一 一个是Type-C 然后一个是老的USB mini的接口 虽然理论上我们只需要给充电盒充电 但像我这种容易教育的性格 其实出门在外的时候 我想我还是会带上两套线材 这就非常的不方便 说到线材 充电盒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考虑一个收纳的功能 你的麦克风你的充电线还有你的音频线都需要单独的收纳 极大的破坏了充电盒的一体性和美观 另外说到音频线 厂商也是提供了相机和手机的两个版本 但是在标志上却只是标明了接口内型是TRS还是TRS 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普通用户来说 其实你们并不知道什么是TRS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在两个线上直接表明 一个是供相机使用 一个是供手机使用来的更加直接 好了 以上就是对于这款产品的一个使用的体验 期待有更多这样的好的创新 好的功能的产品 我是胡子盖 我们下次再见各位 拜拜 by bwd6